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停機棚跟營區距離那麼遠 到停機棚去 就在機場跑道的隔壁 這個機場這麼完整算不算要塞 來副部長 是不是 報議員 以法來解釋它目前不屬於要塞堡壘法 不屬於到現在還在說法 它是不是軍用機場 軍用機場是不是要塞堡壘 在民國九十一年的時候 原本應該把它納入 沒有什麼原本應該納入 早就納入 那如果早就納入的話 你現在說謊 你要不要下台 要不要 我要下台 您手頭的資料 完全是過去依法納入在裡面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當時受限 所以有納入嗎 有納入嗎 你要變成有納入嗎 依法有納入嗎 有沒有依法納入 有沒有 有一處左營軍港還有二十一處重要地 你錯了所有的軍用機場 九處軍用機場全部有納入 有沒有 如果有 你要不要下台 因為到現在還在說謊 連這種事情都搞錯 要塞在哪裡都不知道怎麼當部長 院長你看國防部長不敢回答這個問題 我給你看有沒有納入 第一個龍潭就是軍用機場看這一頁 看到沒你們的公告 龍潭是軍用機場 九處軍用機場不斷的公告 根據要塞堡壘法第一條 軍港跟軍用飛機場稱為要塞堡壘 為維護海軍軍港安全航道暢通及確保軍用飛機場是飛航安全 原將軍港軍用飛機場列為要塞堡壘於管制 院長看到這裡 你現在說說看 軍用機場是不是要塞堡壘 是不是法定要塞 那軍用機場根據法律就是法定要塞啊 所以是不是六東腰壘是不是要塞 院長不只說法律規定 他是法定要塞 在國防部的內部運作早就把它納入要塞管制 你看看這一頁 這是你們公告禁止飼養鴿子的範圍的作業辦法 你們制定這個法律的時候 他的法源依據明文指稱 因為依法將軍用機場納入要塞予以管制 所以制定這個辦法 你看看 像這樣的公告 像這樣的公告 每一次公告 他的相關法條都是要塞堡壘地帶法 全部都是依法公告的 所以他根本就是要塞堡壘 可是你們竟然製造了一個假資料 看看這個假資料 你們現在準備給檢察官的回函 上面說 所有的軍用機場都不是要塞 你看看 列管數量當中 要塞堡壘總計22處 軍用機場5 到現在還在騙 還在造假 全國軍用機場 9處軍用機場 從民國92年 就明文納入要塞管制 多年來 連松山機場 都是要塞管制的範圍 你們到今天還在騙 說全國的軍用機場 沒有任何一個是要塞 那個部長要下臺了 我剛剛問你 有納入 你們還想要用假資料給檢察官 回去辭職 來 下去 我希望你去寫辭聰 哈